第二个问题,究竟Critical Angle何时会小呢? 我们可以这样看,因为Critical Angle 考虑到Reflected Angle是90度时 所以公式会是这样,而Size 90度是1 于是我们会知道Size C 应该等于N2除以N1 如果C是小的话 即是右手哪个数字要比较小 所以,要不就是N1要很大 那份没大,整个数字就小 要不就要N2小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同时讲出这两个要求呢? 其实最简单可以这样写 因为一个要越大越好,一个要越小越好 所以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N1和N2的差距 要大 因为N1有那么大,N2有那么小 那它两个之间差距很大 那就自然会做到这样 准备了 中文字幕——YK